为期三天的世界经济论坛欧洲和中亚地区会议30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 各国就应对危机的对策以及在危机背景下的机遇进行了讨论 本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勾勒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途径 另外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商机地缘政治新动向能源和资源的安全等问题也是会议讨论的议题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施瓦布表示 要想重新恢复经济增长各国必须以地区或全球为基础采取共同行动 土耳其总理阿尔多安表示为共同应对危机东西方需要改变思路 改变东西方看待彼此的方式 他同时向企图借危机谋取利益的企业和国家发出了警告 本节会议将于11月1号结束 和阿叛总统卡尔扎伊